今天我们来测评两款双胞胎摩托机 这两款摩托机一款是国产的品牌泰摩 泰摩的Slim 还有一款是德国的品牌 Zazin House的Burster Pro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盒子 然后可以来先看一下 打开泰摩小袋子说明书 Zazin House的Burster Pro 这个盒子做的好像有点劣质 说明书 拿出来 这是一个把手 泰摩的简直长得一模一样 小的刷子 大眼一看的话 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大小尺寸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手柄 泰摩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品牌 是中国的品牌 就只有几年的时间 外边它是做了一个这种防滑的处理 这边是德国的Zazin House的Burster Pro 它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处理 但是它外边的这样的一个防滑的设计 看起来就是它的这个斑点 是有点这种愣角形的 所以说你在握的时候 它有一点割手 有点这样的滑手 泰摩这个摸起来就是稍微舒服一些 而且它在没有膜的时候 它这个肘比较的轻 然后很顺滑 这是比较轻松的 这是一个外观的这样的一个手感上面来看 Zazin House这款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它这个有点挤 还有这个顶盖 泰摩这个顶盖是比较光滑的 然后Zazin House这款 它上边有一个小点 这个点应该是连接手柄和盖子的 连接固定的一个地方 看起来就像是有一个匣子一样的地方 还有就是这个两个木头柄 整体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泰摩的这个稍微颜色深一些 看起来表面更光滑 然后Zazin House的这个 看起来颜色浅浅的 上边就不太光滑 然后摩托机的机身的话 泰摩的这个下边的这个粉仓 连接摩托机的这个本体 它是连接的非常好的 它没有缝隙 看上去像是一个整体 Zazin House这款 下边接粉仓这个地方和上边 它是有一条缝的 很明显 然后泰摩的这个整体性稍微好一些 粉仓基本上是一致的 然后下边调节刻度环的地方 我发现泰摩的 它是需要把这个盖子盖上了之后 卡着之后 它才能调节这个刻度的 因为泰摩的这个轴承 它非常的顺滑 然后Zazin House这款 它不需要把这个盖子装上来 它直接就可以调 Zazin House这款 它在调节的时候 它的这个顿挫感 没有那么明显 泰摩的这款 它调节的时候 它明显是有这种刻度的 这种顿挫感的 所以说泰摩创立于2012年的品牌 是一个非常新的 国产的中国的品牌 Zazin House它是一个非常老的 150多年的一个德国的品牌 它生产很多这种厨房的用具 就比如这个胡椒粉的这种研磨器 有一些小勺子 小水壶 包括咖啡豆的这个首扬摩托机 说起来双胞带产品 其实大家一点都不陌生 就比如大家可以看这两款汽车 那我立马就去查了一查 他们的一些资料 就是泰摩这款 它是2017年就上市的 就是在2017年 你就可以在它淘宝天猫 就可以看到它这款摩托机 这款Zazin House的Virus Pro 它是2019年上市的 比泰摩还晚两年 那价格呢 泰摩这款499 Zazin House这款呢 你查一下 他们的官网价是在169欧元 然后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是大概在12001300左右 价格差了将近三倍啊 OK那接下来呢 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的研磨效果怎么样 我把两个摩托机都调教到 差不多是一个手冲咖啡的研磨度 刚才我在调教这两款 摩托机的研磨度的时候呢 我发现他们的刀盘的调教 是完全不一样的 泰摩的这个手冲的研磨度呢 是在刀盘调到最紧 往后退20格左右 是一个手冲的研磨度 但是Zazin House这款呢 它是拧到最紧之后呢 往回退30格左右 现在呢 用同样一款咖啡豆 尝试着研磨一下 看一看这两款手感啊 感觉有点紧紧的 然后呢 你在握它的磨度机的时候 要非常的用力 非常用力的握的时候呢 它这个防滑纹 感觉好像有点尖尖的 有点刺手 泰磨的这个感觉明显要轻很多 就是你不需要握得非常非常紧 你在去做研磨的时候呢 就感觉整体要轻松很多 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两款磨度机 研磨出来的这个状态啊 OK那刚才呢 那就是对比了一下 这两款磨度机的手冲研磨度 和磨卡弧研磨度的 它整体的这个均匀度啊 就是在磨卡弧 稍微细一点的 研磨度的时候呢 两款磨度机的粗细的均匀度呢 其实不是特别特别明显 但整体在磨卡弧 这个粗细度区间的时候 泰磨的这个均匀度 要稍微的高一点点 手冲研磨粗细度的时候呢 就非常明显了 因为手冲的研磨度 会稍微粗一点 所以说呢 就是整体的这个 研磨度的这个颗粒啊 它是均匀度 Bizazzin House 它有很明显的这种 粗的这个咖啡豆的这个碎片 还有一些细粉 然后泰磨的均匀度呢 就很明显能看出来 要比Bizazzin House 它的这个均匀度要高很多 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磨豆机啊 全都拆开了 我们对比一下它每个部件啊 手柄 磨豆机的机身 下边的粉仓 然后下边是一些小的零部件 感觉每一个部件都像是双模胎一样啊 磨豆机的刀盘 弹簧 太模这边多了一个小的垫圈 不仅是外观相似度一致啊 里边的零配件也是90%的相似度 那我拿着这两个磨豆机啊 就是我同时去找了10个朋友 我问了这10个人同样一个问题 那这两个磨豆机呢 有一个是中国制造的 中国品牌 还有一个品牌呢 是德国制造的 德国品牌 那你们猜一下 哪个是中国的 哪个是德国的 那结果我问了10个人 有10个人都拿着泰磨的 这个磨豆机说 这个应该是德国的 因为它的做工 整个拿在手里边的那个感觉更好 就是我当时 其实我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是要该笑啊 还是该心里边难过 因为有很多人 他看到就是比较好的产品 他就会觉得 这个产品应该可能是进口的 那中国的产品呢 可能质量会差一些 那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的确它是存在在很多不同的行业中 它的确是存在在很多地方 那我想说的是 马上就2020年了 就是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啊 那低品质 低质量的这种中国品牌的这个偏见啊 会被我们这一代人 被我们这个努力的民族所改变掉 那么问题来了 你是愿意花499 买一个中国制造的这个中国品牌的磨豆机 还是愿意花1300块买一个德国制造的这种抄袭的磨豆机 OK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